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QL的网络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操作数据表 咱们上一期呢 简单的操作了一下PSQL的基本的命令 今天开始呢 咱们涉及到这个PostgreSQL数据库的主体部分 咱们从数据表开始 当然这个关系型数据库不仅有表了 还有这个字段 有记录 存储过程 函数 序列等等概念 咱们呢 今后一一介绍 咱们先讲数据表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三个 非常简单 第一个 create 建立一个数据表 第二 drop 删除一个数据表 第三 还有一些基本的PSQL的使用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 咱们看 实战演习的第一行 这个是每次都要做 干什么 我如果想操作数据库 我就要在系统中切换到 本台机器的数据和管理员账号 PostgreSQL 每期都要做 以后可能我在做课件的时候 这行我就不加了 因为每期都要做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咱们利用 createDB这个系统的命令 这个不是这个SQL语句 它是系统命令 是这个PostgreSQL 咱们安装是 它给咱们提供的命令 用这个命令干什么 给咱们建一个小马博客 狗妈不老狗的数据库 然后咱们用 psql-l 干什么 看一下当前数据库的一栏表 然后咱们psql 狗妈不老狗 切换到命令行模式 并进入到小马数据库的环境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我前面是这个Doller 然后变成了大预号了 就说明进入到psql的命令行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面 咱们就能够执行标准的SQL的语句 首先咱们看 一上来就是正格的 看create table 干什么 一上来我就要建一个表 这个表名叫什么 post文章表 而这文章表里面有两字段 用这个括号给扩起来 哪两字 一个是title 文章的标题 一个是content 文章的内容 文章标题是什么类型 大家请看 是挖刹255 长度是25个字节 同时是挖刹 挖刹什么意思 可变长字串 对吧 好 接下来是文章的内容 文章内容有多长 咱不知道 对吧 也许几千字 也许上万字 那怎么办 我这定了一个叫test 大文本类型 这样说 我就不像这挖刹 我还给定一个长度 不了 大文本 多少都能进来 它效率低 但是能容纳的内容多 好 接下来咱们用-dt 干什么 看一下当前的表一览 然后用-dt 空格加表明 看一下这个表的具体的详细信息 然后重点来了 下面这行 这行是一个标准的S高语句 干什么 Alert 什么意思 这不叫我说 叫Alter 稍等 我拼错了 不好意思 我拼错了 叫Alter Alter 什么意思 交换数据表 变换数据表 换句话说 我通过这条命令干什么 把数据表 post的表明 rename 变名 变到 comma post 换句话说 我这条语句干什么 把表明改了 改个别的表明 就这个意思 这是标准的SQL语句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表信息 然后干什么 job table 重点来了 把这个表要删除掉 这是非常危险的操作 这个咱们学习练习是可以做 真正在生产环境 您做项目的时候 这行语句 是经常经常 99.99% 不会用到 你不可能吧 对不对 你这经常删除表的不像话 对不对 好 咱们删完表之后 再看一下 杠DT表信息 然后咱们退出 退出不算完 我下面还有一个给你演示 演示什么呢 就是说咱们当 刚才呢 是在这个命令行下 敲了建立表的SQL语句 对不对 不 每次都敲太麻烦了 干什么 大家请看这行 我在这个系统下 建一个DB.SQL的文件 没问题吧 用nano 用VI都可以 然后我把这个建表语句 敲在这个文件里面 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不可以复用吗 我在哪台机器 比如咱们有 这个一个团队 有十个开发人员 每个团队都有这么一个 每个开发的成员 都有这么一个SQL语句 那每行 让他自己都能够初始化自己的开发环境 对不对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么咱们就在这定义一个标准的SQL语句 然后该怎么用 咱们定义完之后 退出 再进入小马博客的数据库 然后注意看 用-I这行命令 干嘛 导入这个SQL语句 换句话说 执行这个SQL语句 这个SQL语句 一软有什么 这个建表 有一个建表的SQL 当然这里面还可以有什么 音色的插数据 都没问题 咱们通过这一行语句 可复用的一个SQL文件 就把这个表又插了回来 又建了回来 然后咱们在DT 看一下这个表信息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 大概的操作内容 好 咱们先一扫续 马上开始 试一下 我发现我做这个 数据库视频 应该是每次都抄 那能快些 我现在就在这个Postgrade 这个管理员下 然后咱们先扫续 马上建一个数据库 koma blog 没问题吧 太没问题了 然后咱们PSQL-L 看一下咱们现在数据库一栏表 我建出在哪 在这 没问题吧 太没问题了 好 咱们再来 我PSQL PSQL 然后切换到小马博客数据库 没问题 进来之后 咱们现在在小马博客的数据库里面 然后咱们建 键表 Create Create Table 然后是Posts 这没问题吧 然后我 你看我这 我这括号还出问题了 稍等 好 先建一个Title 然后它是Wachar 刚才是Wachar 然后是字长25 多少都可以 跟着您的这个项目的实际需要 然后再建一个文章的内容 Test 没问题吧 注意后面 要加一个分号 说明这行语句结束 咱们通过这个语句 建一个Post 稍等 我这加个字 Post 不好 又是多篇文章 这是Posts Title 没问题 会撤 大家请看 现在咱们建了一个数据表 然后咱们用 -T的语法 DT 来看一下 当前系统 所在的 存在的数据表 因为当前只有一个 所以这是显示1 OK OK 然后咱们再把表名给它改变 稍等 在此之前 我刚才说 我在这个课件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 -D 不加T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表的详细信息 对吧 咱们试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表的详细信息出来了 两个字段 每个字段什么类型 在这儿呢 有个一栏表 都能出来 这个命令干什么用 一般 以前我是自己写这个数据库代码存取的自动代码生成工具的时候呢 经常用这个获取表描述的这个命令 这样的我获取完命令 获取完这个表的结构内容 根据长度 根据类型 我能自动升代码 但是那是后话了 这是 那是年轻时做的 年轻时做 好 咱下面干什么 下面应该是变更一下表名 Alt Table 没问题吧 是Posts 然后 Rename成谁 加个一个口妈 然后再Posts 对吧 是这个命令 别忘了 后面加一个分号 Go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 DT 我这键盘真的是宝石 DT 大家请看 刚才 刚才是这 刚才的Posts 被我Rename成口妈Posts 表明变了 内容还没变 我现在还没有内容 以后咱们再insert追加 好 然后咱们再 D 然后空格Posts 不是不破 是口妈Posts了 我这键盘真的宝石 因为我现在在虚拟机里面 所以说 跟我本机的日文键盘有点冲突 大家请看 这个表明虽然变 但是内容还都是以前一样 当然了 只变表明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咱们是删出这个表 Drop Table 删谁 ComaPosts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您在公司不要做 Go 或者您在上学的时候 在大学里面 你别同学在操作数据库 你们都操作一个网数据库 你把这个数据库表删了 不像话 好 咱们删完之后 再-DT 看一下 确实没有数据库了 没有表了 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退出 然后咱们 刚才说定 建一个 db.sql的文件 稍等 这是我以前建的文件 咱们再重新建一个 因为我这个数据库 我还做了些其他的用处 咱们再建一个文件 db可以吧 没问题 然后咱们敲上 咱们的 键表命令 Posts 没问题吧 然后跟一个括号 title 然后是字符串 挖叉 稍等 挖叉 然后呢 长度给255 没有问题 同时再给一个文章内容 是大文本型 也没问题 存盘退出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再通过psql 进入到小马博客 进来没问题 然后在这个里面 咱们是先dt 看一下当前的表 没表吗 对吧 好 然后咱们通过 -i import命令 把刚才的db.sql引入进来 没问题吧 go 进来了吧 建立完成 然后咱们再点一下dt 看一下现在有没有表了 有了 Posts回来了 对吧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点 dposts 看一下 表的结构 也是没问题 一个title 一个contents 跟咱们这个sql文件里面描述 也是一模的一样 非常方便 推荐您用杠爱的这个方式 进行键表 或者是进行一些数据库的 数据化的工作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讲的 Postsgrade操作数据表的 基本的使用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今天呢 我这段代码呢 都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那我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YouCOO 供您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非常的值得吧 咱们下个postsgrade视频 再见吧 拜拜